各位,今天我們講一下左手指怎樣按弦,怎樣按音 有什麼要注意的,還有怎樣練 但在未講這些之前,我先介紹自己 我是葉兆熙,是樂團的小提琴手 大家看到的這個地方就是我的書房 試一下會不會在另一個環境,大家會有新鮮感 在一間很小的書房,有很多回音 但我們不要緊,我們今天就是講左手指 無非是幾樣要注意的,左手指就是 我們知道手指按在哪裡,第二就是怎樣按 以及怎樣放開,第三就是幾時按 如果我們掌握了這三樣東西的話 其實左手指就是這麼多東西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當然我們實際上拉的時候,會有很多其他東西要注意 要配合,但是如果你能夠練的時候,提自己 每練一個練習的時候,問自己究竟 我現在正在練哪幾樣東西呢,什麼東西呢 如果你知道你練的是什麼的話 就算你是用半個小時,或者用一個小時 你知道你會有些成果出來,你不會是萬無目的 我們最怕練習的時候是萬無目的 然後用了一兩個小時,但是其實練了和沒有練 沒有什麼分別 手指,我們要知道它按在哪裡 那之前那一集我們講過空弦和major second,minor second major second就是那個whole tone,傳音 譬如我們在D線 我們可以知道那個major second是怎樣的 我們一落,那個一手指就已經落得準了 如果半音的話,手指就貼起來,全音的話,手指就分開 大家可以看到,貼起來 二、三貼起來,三、四分開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先要知道手指在哪裡 有很多初學者,他們覺得很難 因為跟吉他不同,跟鋼琴不同 在這個指板上面是沒有任何記號去告訴你 你的手指應該按在哪個位置 但其實我想說,就算有記號,都不見得容易 所以其實,不關在琴上面有沒有記號的事 而是,你練琴的時候,你練得夠多的話 你其實不是 我應該說,我們練琴不是靠眼去看著那個位置 初頭的時候,我們可能初頭一兩堂 或者勉強可以記住 但其實我們記不到的 你在這裡這樣看,這個位置 所以,高一尼米跟低一尼米其實差不多 那你說怎麼辦呢?其實我們是靠聽的 試一下,將你左手按的那個感覺 跟你那個記憶,看可不可以連在一起 如果你能夠做到的話 其實這件事,比起在那個指板上面 點一點是更加穩陣的 我教學生呢,就從來都沒有點的 因為,我記得我自己學琴的時候 都是沒有點的 其實是靠你手指那個肌肉的記憶 你知道,如果我一拎拎上手 閉上眼睛,我知道我一按這個音 出來會是怎樣的音高 其實是,你做得多的話,你自然很熟 曾經有個小提琴先生說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其實不是靠眼睛 他的比喻就是,如果我們要用手指碰下巴 然後再碰自己的耳珠 做不做到呢? 都做到的,我們當然要很小心 為什麼我們很小心? 我們其實是想,感覺一下究竟的距離 我們動的時候,大概 我們先找了那個耳珠的感覺 大概,你就知道你的手指要動到哪裡 你不會動過了龍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證明了什麼呢? 我們不一定要用眼去確認一件事 我們可以有很多感覺 而這些感覺是不比眼差的 如果我們能夠練的時候 我們把這些感覺是練得很穩陣 其實它跟眼睛一樣那麼可靠 甚至比眼睛更可靠 你想想,如果你有近視 或者你有遠視 或者有散光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看著它的指板 什麼都看不到 與其是這樣,不如你訓練你的耳朵 令它變得很敏感 或者訓練你左手、手指、肌肉的感覺 令到這些感覺可以很暢通無阻 傳到你的腦裡 你知道黑了眼 你一按這個手指,它會出什麼聲音 你正在按那條線 究竟是G線、D線、A線還是E線 它的粗幼,它的溫度甚至是 它的質地,這些是訓練你的觸覺 你用觸覺去幫你按音的 好了,那 我講到哪裡呢? 就是一手指 或者其他手指 我們知道了按邊 好了,那第二樣呢 這個會多一點時間講 我們是怎樣去按 手指的動作很簡單 其實是開和合的 沒錯,是開合 那我們怎樣去做這個開合 究竟用多少力 究竟放開的時候 會不會很急地放開 還是怎樣呢? 這幾樣東西 如果我們練習的時候 想多一步 那就會容易些掌握 先講有幾樣東西 大家 拉小退行的時候 千萬不要做 就是留意一下你的手指 按的時候 會不會很扁地按 即是你這樣按的時候 就算你按那個位置 是正確的 你出來的音是準也好 其實是很浪費力 其實浪費力第一 第二其實很容易不準 你按第一次準 第二次準 第三四次未必準 那所以呢 第一我們先不要浪費力 小退行本身已經不是一件很容易拉的樂器 你浪費力的話 其實就很辛苦 那我們應該怎樣呢? 手指放鬆一點點 你應該看到 這裡有個角的 有個關節 關節不要讓它停 如果這樣的話 扁的話 扁的話 這個就很難 讓它的關節升上來 每隻手指都是 每隻手指都是升上來的 第二就是 不要用多了力 我們的力 如何足夠呢? 如何為之足夠呢? 就是剛剛好 你的弦是碰到指板 這樣就夠了 你再用得多力 你只會令手指的關節變成這樣 這個我們當然不要 所以只是足夠你 讓你的弦碰到指板 就已經足夠了 還有的就是 我們在哪裡開始這個合的動作 到底我們的手指是 這麼高 放下來 還是可以近一點點呢? 我們應該是 大概的位置是 距離條弦1厘米左右 如果你 2-3厘米 其實這個已經是偏多的了 當你這麼高的時候 那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的動作呢 就會很大 很順盡 慢的曲 你勉強可以拉到 但是如果 我們要拉一些很密的音的時候 你想想 很辛苦 很吃力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 我們快的時候 好像那些人跳繩 大家都有見過 比賽 世界紀錄 他們其實 其實這隻手 是動得很 動作是很少 你甚至不會見到 他打圈 其實他在打圈 不過是這樣的 所以動作越快的時候 很自然 我們的動作一定要越小 那麼在小提琴上面 你的手指 要近一點點條件 不要 在2-3厘米放下去 因為其實也是的 你2-3厘米放下去 你不會一直按住 你總會放開 你一放開的時候 你習慣了在這麼高下去 你自然回去的時候 你也是會回去這麼高 一個壞的習慣 所以 給自己的手指 近一點條件 按下去 另外一樣 就是按的時候 和放的時候 用的速度 都要適當 你不可以很快 很突然 我們最不想就是 很突然的動作 你一突然按 和突然放 你看看 你一放的時候 會彈到很高的 那麼 這件事是要注意的 最後 最後我們講的就是 幾時按 關於幾時按 我們就可以利用 一些練習曲去幫助我們 幾時開 幾時合 我們給手指習慣的規律 手指 剛才說了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放鬆 當他不放鬆的時候 你想叫他合 他合到 但是他的動作是做得很突然 他不放鬆的話 你是指揮不了他 所以手指一定要放鬆 手指弓都要放鬆 其實整隻手沒有一個地方 不是放鬆的 我們是用僅有足夠的力 去做一個動作 就已經夠了 你說 那怎麼才是足夠 我怎麼知道會不會自己是過了 這個沒有辦法 沒有人可以告訴你 只能夠靠你平時練琴的時候 你不斷提醒自己 你問自己 究竟我現在用多少力 究竟我的手指弓是否放鬆 究竟我的手掌 手心 手腕是否放鬆 你或者有時候可以找人去幫你 有些人拉琴的時候 他會不自覺的手腕是這樣的 如果你沒有人可以告訴你 其實你最好的辦法就是 錄下它 用電話 看看自己究竟在做什麼 看看你的手指會不會扁去按 總有辦法的 但是 就是要多些提醒自己 唯有 其實自己就是最好的先生 你上課 一個星期只能夠上到一課 或者有些初學者可能更勤力 可以上兩課 但是到底最終你練習的時候 都是靠自己 上課只是最多上一個小時 如果你靠自己的話 你很小心很謹慎去看 我有沒有做錯這件事 有沒有做錯 某一個步驟的話 你會 進步會快很多 你容易掌握 這個 左手的技巧很多 我們剛才說的 最後一件事 就是幾時按 幾時按 幾時按呢 應該說有很多琴書 可以幫到大家 我自己用的是 就是這本呢 叫做 Sradic 那 是我六歲的時候用的 一本專門練手指 它能夠做什麼呢 它能夠練到你的手指很靈巧 其實它這本書 開宗明二已經講明了 Exercises for promoting dexterity in the various positions 它不只是練一個把位 它是能夠練九成你會用到的把位 如果每一次你們練琴的時候 都先花十五分鐘也好 十分鐘也好 二十分鐘也好 花時間去練一練 這個手指練習的話 那你當為warm-up 那你之後練練習曲 或者再練其他樂曲的時候 就會容易很多 那我略略講一下這本書 就是 它是用一些很簡單的 旋律去練你的手指 那你如果配合右手 就是不同的 那支弓 用的弓組合 譬如四個音一弓 或者是不同的速度 八個音一弓 十六個音一弓 其實同一時間 你是練了左右手的配合 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還未講左右手的配合 但是 今次這一集 其實就是講 我們左手有什麼注意 我們知道按的位置在哪裏 我們問自己按的時候有沒有緊張 到底會不會用多了力 放開的時候會不會很突然 準備的動作是做成什麼 準備的動作包括 你知道的音來 你的四手指有一個音來 到底它會這樣在後面咬後 還是它跟其他手指一樣 都是在指板上面 很多人忽略了四手指 讓它 這個我 不得不強調 有些人 是會給四手指這樣 大家看到了 這樣 或者是這樣 一定要避免的 一定要改 要不然 你再拉下去的時候 你拉不到之餘 你會弄雙手 我們最不想就是弄雙手 另外最後一樣就是 練習曲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本練習曲 我希望今次這一集 可以給大家一些參考 怎樣去練左手 如果大家看完這集 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大家覺得這一集是有用的 給我一個Like 推薦給你的朋友看 Subscribe這個頻道 我們下集 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